风俊凯金出席美丽达士奇分享会活动 记者年鸟云社 记者年鸟云台北报道 台湾自由车一个风俊凯金出席美丽达第三代瑞克多士奇分享会 畅谈先前前往克罗埃西亚东郡成果 并公布个人上半年度的出载计划 目前正积极备战争电亚锦赛争取亚运资格 风俊凯为我国首位世界职业一级车队车手 摘下台湾公路全国锦标赛双关后 随即前往克罗埃西亚与车队会合进行东训 他表示这段期间虽然没有高强度的训练 但借此机会与各国豪手们交流让他获益良多 今年2月风俊凯将率先投入缅甸亚锦赛赛事 他说近期被战斗以亚锦赛为主 看完路线图后觉得有一定信心 也希望能顺利拿下亚运参赛资格 他认为亚运对于许多亚洲车手而言 是相当重要的赛事 希望能为自己和国家争取最棒成绩 风俊凯今出席美丽达士奇分享会活动 记者年鸟云社 此外风俊凯预计重返今年3月的环台赛 不过他的重心将放在经验传承 我认为台湾现阶段有很多优秀的年轻好手 像是陈建良 杜志豪 我希望能借有比赛传承经验 也把好成绩留在家乡 对于近期其他自由车好手 萧美玉 黄文中都表态参与协会选手理事选举 风俊凯越观其成 大家都想让台湾环境共 好 我会全力支持他们的决定 我也会在国际上用我自己的力量和方式来改善台湾的自由车环境 风俊凯今出席美丽达士奇分享会活动 记者年鸟云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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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看看鸟互币